有些老师兄会教导新师兄 不能称自己为我 要说墨学 否则就是傲慢 还说买念珠呢 不能说买 要说请 要不然就是不恭敬 请问是这样的吗 当然不是了 这些都是 恭不恭敬 就是要这个 说什么语言 不是很重要了 然后呢 有没有我之呢 也不一定说说墨学 墨学是 反而有可能就觉得 我不是某学 我学得很好的 我是有什么什么的 功德的成就的 反而有可能 他认为他这个是谦虚 反而有可能就增长 这个我之啊 所以这些都是 都是不一定 但是你如果是 谦虚一点啊 然后呢 有些时候呢 用一些这些语言 这个没问题 但是呢 过于执着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用 反正说话呀 做事呀 真诚一点比较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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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